我们炒的 这不叫土豆丝 土豆条 土豆条炒呗 大家好 我是阿阳 现在在做饭 他们现在也已经饿了 因为现在天马上黑了 这土豆怎么吃 你炒 炒土豆吃 想吃炒的土豆了 炒吧 等一下 我看看你怎么炒的 他很久没有炒土豆 以前他炒过几次土豆 土豆皮削好了 他们拿着这个刀 就是在手上面削土豆皮 老公 我炒的好吃 你炒的好吃 行 那就等一下你就炒吧 看看你炒的土豆怎么样 这个灯光的原因 拍的有点不太清晰 这样拍好像清晰一点 因为我们上面灯在这里 哎呀 这土豆切的 这可是很厚啊 他们这边的人 一般情况下 不会切那个丝啊 或者什么东西 因为他们这边的人 不吃丝 我们切的要么是块 要么是片 他们这样坐着吃 我们不炒土豆丝 他们这边的人 切土豆切的比较大 八角 有很多 有热了吗 火有 差不多 看 切的 粗细不均匀 有特别宽的 有特别窄的 有特别粗的 我们炒的 这不叫土豆丝 土豆条 嘿嘿 土豆条炒呗 只要好吃 你自己做吧 等一下我也吃一点 哎呀 下锅了 这有点多呀 这好几个土豆啊 这几个土豆啊 这是 最起码在四个 虽然土豆不大 刚刚我也没仔细看 我女儿在屋里面 刚刚喊我呢 我去屋里面了 她 坐的时候 她说她不知道怎么放 之前有跟她说过 这调味用的 不是 这个 这个 这个醋 嗯 倒点醋 倒点醋好吃 倒了杯 倒吧 OK 快翻 好了 放调料吧 放那个调料吧 怎么了 我 我 醋味道不好 翻这个 这个 嗯 好 看你 哎呀 他们这边喜欢炒这个 炒面吧 土豆 嗯 行 不要了 那个 好 可以 可以 翻吧 翻一下 看一下 不行 多一点 多一点 哈哈 啊 行 好 他想吃土豆了 因为他在中国的时候 他吃这个最多的 就是这个土豆丝盖椒饭 他喜欢吃土豆丝盖椒饭 怎么了 这个醋味道不好 咸就醋 哈哈 我也不知道啊 你 在那那时候 他确实经常吃炒土豆 动不动 让我给他炒土豆吃 好 放点盐 盐 太酸了 醋放多了 多放一点 多一点 好 好了 翻吧 太甜了 没有盐的味道 盐放少了 哎呀 他做菜 做吧 反正 做成什么样 到最后吃就行了 看这里面 大小 粗细 都不均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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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火 关火 火锅了 好 好 可以 就是醋有点多了 好吃 好吃吃吧 以后得让他 就是说 他想吃什么 让他自己慢慢做 咱们中国的这个菜 反正土豆 之前他自己有做过 之前有的是 我切的是土豆 有时候是他切 反正 无论是他切 还是我切这个土豆 到最后都会变成土豆条 因为 我本来就不会做饭 我现在也是 有很多做饭的时候 都是在 视频里面学 现学 然后现做 他们这个米饭做好了 大米土豆 哦 啊 他们这个米饭 这个大米啊 这个味道 我闻 闻着不习惯 因为他们这个大米 有一种味道 他们这个味道 有一种像 发明的那种味道差不多 就算他们这边呢 这个大米是 今年新做的这个大米 就是新打出来的 这个豆菇 他们仍然是这个味道 有可能是这个 大米品种的问题 在他们这边 所以我很少去 吃这个米饭 但是不能说不吃 很少吃 因为 我是河南人 就是以面食为主嘛 所以我也很少去吃这个米饭 以前 包括以前 我在那个 浙江啊 江苏啊 工作的时候 他们那边 虽然吃的大部分都是米饭 但是 我吃饱之后 过不了多久 就感觉就饿了 如果说我吃馒头啊 面条啊 这之类的 就感觉 就是早上吃馒头 然后就是一个中午都不会饿 如果说吃米饭的话 吃稀饭的话 不吃馒头 然后我就会饿得很快 你包括中午也是 中午 如果吃这个米饭 然后不到下午吃饭的时候 我就开始饿了 如果是馒头啊 面条啊 这之类的 我一直能撑到下午下班 这有可能是 南方和北方 这个饮食的问题吧 吃不惯 我丈夫娘在这切洋葱呢 他们切洋葱也是在手上面切 吃土豆呢 土豆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土豆 我女儿 吃土豆呢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妈妈做的土豆好吃 吃吧 好了 我女儿喜欢吃土豆 因为之前我女儿也吃 现在 很少吃土豆 哎呀 我丈夫娘拿筷子 她不会用 我老婆会用 读书琼 好吃吗 好吃 多吃一点 锅里面还有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阿阳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